今天曼天帽连主要 进场这一档全新的重压股 是GP200的独家供应商X4X4 但是这一家是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么就指数的层面 今天台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那当然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说 那几位大哥大大们 以台电来说早上是稍微回档修正一点点 目前录音的时间12点50分 小碟5块 或者是在平盘附近 就不算回档 就是算是一个休息 红海的部分今天也稍微拉回 广达还是小掌 研发科今天也稍微做拉回 所以每次 比如说冲关2万2 这些大哥们就带头冲一波 冲过去之后 小型股又开始上来 2万3再一次 2万4这一次也是如此 冲完之后 你看今天这些大哥一休息 上市的涨停板加速22加 上跪的22加加起来44加 45加 所以资金又轮回到中小型股 所以旧指数的部分今天是没有什么涨嘛 涨个20来点 但OTC现在又明显强嘛 涨0.6% 所以又回归到我说的 台股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多头格局 因为AI的关系持续把指数从1万多点推升到2万 2万1 2万2 2万3 2万4 而且现在应该看2万5 2万6都不是问题 然后资金在不断的 就是说大支的中小的轮动 或者是在中小型的里面有很多的族群 比如说今天光通讯的机器人的台积的一些设备股啊 一堆族群全部都打涨 尤其第三季进入所谓的出货的旺季 题材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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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再加上现在AI对于什么算力的需求 电力的需求又非常的庞大 所以一直强调说算力股 未来是一个全新的趋势全新主流 而且它只刚开始而已 今天3312的红一股 昨天就已经逆势大涨 今天涨停板创新港 然后早上机器人的关键零五件的影像解决卡的充态 最高来到210元还原全值 213块半也创新港 所以即便行情在震荡的过程 让你觉得好像很难操作 但是你看这些趋势股它就是一路往上 而且同台已经赚了24% 同一股已经赚了两成了 照这个速度下去 可能未来这两天都会超过三成 所以这又回归到我说的 如果整个行情只涨那几家大支的 比如说两万三涨到两万四 都靠台积电 鸿海 联发各这些 其实大家能赚的有限 但是当他们把指数 盐过两万四 一个休息 那个空间资金放出来给重要型股 大家轮番上阵 与其涨四档不如涨四百档八百档嘛 像今天盘面中上涨的 就有超过一千档啊 上市六零三 上柜四零四百六 跟昨天刚好颠倒过来 昨天是跌这么多 今天涨这么多 所以钱又回到这些重要型股票的时候 好几百档在涨 那能赚的空间当然就多 机会就多嘛 所以就说第三季的旺季 题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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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标股也很多很多很多 你一定要跟上 加快脚步跟上 这一波是要赚大钱的 真的是要赚大钱的 真的大家真的要跟上 那经济科目前PCIe跟X86持续入涨 那我估计啦 七月份营收只会变好 不会变坏 后面利多还有一堆 那我们这边我的态度就是 我们就持股续爆 我也不会去做加码 因为手中可以买 要操作股票还很多 所以既有的持股就续爆 就等待后续持续入涨 持续的利多的发酵 所以这边我就不花太多时间 那AI还是重点 同态 昨天最高205 还原全值208.5 今天最高211 还原全值213.5 因为上礼拜配了3.5 涨5.8%再床新高 172进场 12345678 也没有太多天 就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最多赚41.5元 已经24%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超过三成 然后我也解释给你听 我说同样都是NVIDIA的合作伙伴 蒙利也是 所罗门当然也是 广名旗下的达明也是 中康店也是 但是今天我用AI机器人 比如说我特斯拉的AI机器人 我零主件往外购买 但是整个机器人 还是我自己做 我并不会用到你所罗门的产品 同样的日本有很多机器人的大厂 其实所罗门它还是很有得竞争 还很拼 所以今天AI机器人 未来如果说市场很大 当然大家都会受贿 但是你要去买那个做机器人的 还是要买做关键零主件的 我认为台湾的强项 还是在于关键零主件 那冲泰的影像解决卡 就是全球的龙头 所有的AI机器人 都一定要用到影像截取卡 才能做影像的截取 演算运算 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 缺的一个关键零物件 那它就是龙头 那第三季又是一个出货的 忘记 所有AI客户都要升级 AMD VIDIA都推新晶片 所以整个截取卡 资讯卡跟着升级 下面的胜位大好 那我估计今年可以赚11块 赚11块 那我就说索罗门 今年第一期赚0.21 去年赚3.11 给你算今年也赚3块钱好了 今年股价最高 快要涨停买来到176 最高涨停买是177 涨到176 本益比60倍 60倍 还是去年获利计算 今年有没有赚3块 我也不知道 60倍 那相比较 这个本益比只有20倍 那你不觉得这个 可爱的多吗 可爱太多了 这是我说的 我们坚持只买 数字最好的金鸣股 趋势最强的金鸣股 如果趋势也对数字又棒 那就是最完美的标的 我想充态就是 在机械人的领域 我认为它就是最完美的标的 然后再来 跟大家聊了 好一阵子的算力题材 黄益股 昨天中小型股都拉回 它逆势大涨到97.9元涨8.6% 今天再拉涨停板 创下挂牌新天价104.5元 涨得蛮索的 一万三千多张 快要接近一万四 上档 这个没有任何压力 我认为股价 再来就是一杯冲天 因为算力的趋势 算力的大行情 我估计这边才刚开始 刚刚开始而已 因为全球深层市的AI 市场快速的扩大当中 对于算力的需求 那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才需要那么多的AI的 所谓的伺服器 今年只是建制的第一年而已 后面10年要发展 对算力来说是一个无底洞的需求 然后为什么红一股今天要涨停板 因为除了之前说上半年说要投入4.5亿 加上建制成本大概5亿 投入算力中心嘛 昨天最新公告董事会又通过加码16亿 要再买一批GPU的伺服器 那为什么 就是要再扩通算力中心的一个投资 所以加上前一笔的投资 总共投入超过大概21亿的资金 算力中心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问题是人家的股本只有16亿 他自己就投入了大概21亿 另外一家2392的振威 最近股价也大涨 他股本是51亿 然后红一股是16.2亿 大概不到振威的三分之一 振威投入20亿 建制算力中心 红一股股本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不到 他也投入了超过20亿 所以后面谁贡献大 显而易见 然后广达他们有 子公司也有在投入算力中心的建制 所以林拜里有一次 他就讲嘛 就是说现在算力中心 其实只要投入 大概18个月就可以回收 也就是说你投入10亿或者20亿 一年半就可以回收了 简直赚翻了 因为大家算力抢 所以以此推估 如果说预算从5亿跳到21亿 增加了大概300% 每18个月回收来做估算的话 大概一年之后的一年的EPS 我估计会超过10块钱 10到11块 然后电力股本一笔100倍 算力股呢 30倍40倍不过分吧 AI股一队都30-40倍 5-60倍了嘛 30-40倍来做计算 原本估计EPS可能4块 8现在已经超过10块钱的估算了 那这股价空间不是还超大 所以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族群大行情才刚开始 才刚开始 AI对于电力的跟算力的需求非常非常可怕 相关股票未来一定会涨到让大家觉得怎么会这么厉害 所以你要跟着张老师买数字最强趋势最强的金民股 然后德进盘中涨到90.9元也涨了7.3% 算说没有像红一股那么强势的涨进盘 因为红一股有最新功效力多嘛 但我认为德进早晚要大涨 4月23号美超伟家属入主 5月24号通过450万美金要投资印度的子公司 这个部分就是要在印度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算力中心 因为背后是美超伟 人家两件后跟黄仁勋的什么关系啊 又是他的主要的AI伺服器的供应商 一来要拿GPU相对简单 二来AI伺服器自己做就可以 还不用跟人家买 所以当他要在印度建置算力中心的时候 然后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会以德进为主要的建置者 那未来会自己德进来做一个营运 那我相信这个算力中心想要建置下去 还明天要赚个超过10块钱是轻而易举 所以他就很像这个红一股一样 股本更小只有6.11 那股价呢一个90一个现在超过100块钱 未来都是算力中心的题材股 再来都会有非常大的行情 然后再来就GPU200 绝对是下半年最重要的题材 不会再是所谓什么瓶盖股什么 那些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不是说他不是利多 但相对来说AI伺服器GPU200 才是最主要的题材 两家独一家供应商 一个是茂莲 早上385附近先出清一趟 那目前大概384差不多了 就在这个位置我们获利出清 那我们之前是买361 卖385大概赚24块钱 赚的算说%数不是很多 但24块也不错 那资金卖掉部分转进 我认为通间速度会更大更快的全新的标的 不是说看坏帽连哦 还是非常看好 那后面有机会再买 那资金我先转到新标的 因为客户的资金都是有限的 你总不能前面买个五六档七八档之后 又看到三档很好的 继续买继续买继续买 大家都没有钱了 操作不能这样子 就是有进有出 我们一定会带大家进去买来 带大家获利 或者是有时候亏损出厂 总是要带出 那最完美就是赚了钱 把原本本金再赚了钱 再投入下一档 再继续赚下去 一档一档来 那速度就很快 所以今天卖掉帽连 是因为我新的标的 要做一个买借 那另外一档 GP200独家的 玉邦台宏公告 处分2262块 2262张 股价拉回 我就说那就是最好的买点 那股价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就等待一个补量 挑战前波高点 那因为茂连跟玉邦都是台厂独家订单 后面业务一定只会好不会坏 但是今天卖掉帽连 主要是要在平盘附近 全新进场这一档全新的重压股 是GP200的独家的供应商 X4XX 而且这个独家跟玉邦茂连不一样 玉邦茂连是台厂独家 国外还是有其他的供应商 但是这一家是全球独家 全球就只有他 所以这边我今天让惠友买了不少 全新重压股 从早上还在盘下平盘附近陆续进场 现在已经大概赚了个两三% 那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一档 因为他是拿到GP200的全球独家的集单 集单 集这个字非常重要 等等我会说明给你听 那因为是集单 所以8月份要进一个非常大量的500台的机台 机台 这个部分要全部给NVIDIA做使用 因为非常急 然后客户非常的急 价格就会高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是你的客户 我要跟你说 拜托其他的人的货先不要给 这个礼拜或者这个月 麻烦先给我多一点 人家出100我出110 120 那个货都先调给我产能先调给我 所以客户越急 条件越好价格越高 所以这个是量很大的集单 所以价格高 而且客户要的非常急 就是NVIDIA要的非常急 交集很短 因为GP200就急着要出货 所以8月份机台进来 而且机台相关的数据 大家那个厂商那边都已经 都已经设定好 进来稍微调整一下 准备要上线 快一点8月份营收进来 9月份整个营收就大好上去了 所以第四季的获利数字 营收数字会大爆发 而且它是GP200的全球的 独家的集单 集单而且进了大量的机台 后面数字将大爆发 我告诉你 这种股价一定大涨特涨 大标特标 所以这个部分是所有的会员 这边重压买进 这一波要一次赚保它 这是我透过产业人脉去确认的 独家的集单大单 外面可能都还不是很确认 这个相关的讯息跟数字 所以我们是抢占先机 重压准备大赚一波 这次大家一定要跟上这个行情 一定要跟上 真的一定要跟上 也跟昨天一样 持续恭贺冲泰宏一股 比昨天赚更多 冲泰创新高210 完全是213.5元 宏一股今天涨停满持续大赚 那只要今天在我们的LINE留言手机号码 YT留言也可以 那加入LINE的方式很简单 小老鼠S168178 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然后只要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中只要有一码七 你就是本月的幸运星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七则的优惠 让你可以用最优惠的方式 成为张老师的会员 并且再加码一档全新标股 带你买进张老师 全新的重压竞品股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